哎呦 欺负人啊 欺负人啊 干什么 你去哪儿 你放开我 我不放 放开 不行 今天不搭着大伙来面 把这问题解决 你哪都不能去 江铁英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春蕾好 让他走正道 你懂不懂 你不说是没用的 反正今天这事你必须给我解决 要不然的话 我让春蕾不认你 就当没有这个奶奶了 你别给我胡叫蛮谈 我就叫了 怎么着吧 你放开 我不放 江铁英 你这要唱的哪出啊 江铁英 这春蕾早就该断奶了 你说你妈辛辛苦苦把孩子给你拉扯这么大 你不知道感恩 你还倒打一耙 你干什么你要 我感恩 我谢他呀 他把我欺负成这样的我还要谢他呀 真是 我要的也不多吧 我就想让他给我一个说法 别问你妈 我告诉你 大家伙都知道 按说大京这几个孩子现在个个都有出去 要钱有钱要房有房 他应该到外边去住上大房子 好好让人伺候伺候 可是为什么在咱们这个工厂的窝居里待着不走 为什么 不就是为了给你们一家人当老妈子吗 我说孙木林 我婆婆心里头怎么想的 你怎么知道的 啊 我们家的事你比我还清楚呢 你别逼我把你们俩纯芝麻烂骨子上我全给你捅出来了我 我们两个清清白白没什么烂骨子的事 没有啊 没有 蝴蝶 你是在这院里打小长大的 他们俩事你最清楚了 你给大家伙好好说说啊 这俩人是不是思通啊 江田英 你再敢毁坏孙师父的名誉 你看我撕了你的嘴 黄大年你就别狡辩了 我都听老林记说了 就你那个孩子还没到时候就生出来了 听说那个牛剑帮就是你们俩的私生子的 打 你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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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差不多就行了 香铁药 要点脸吧 你 你说我不要脸啊 我看是你个丢人吧 这男狐狸气 说什么呢你 你 你别指我行 我 我告诉你啊 你 你离我远点啊 你别过来啊 我劝你千万别过来啊 我劝你千万别过来啊 你今天就打我 我也得说出来啊 你好好管管你爸啊 别爱他没事的时候 老是让我们家里来指手画脚的 我们家轮不到你个外人来插嘴 他不是外人 这么多年了 孙慕林一直帮我照顾着孩子 为了救老五 他差点把命赔进去了 他有权管我的孩子 他有权管我这个家 你 你说这些也都没有用 我就知道 反正我们家这户口本上 可没写他的名字 他也不是我公公 你没资格管知道吗 你就是没资格管 小天英 今天这话可是你说的 那我现在告诉你 明天我就让他当你公公 听到没 牟林 你看 户口本 身份证 明天咱们就去民政局登记 张静子 你这是当真的 是我该下决心的时候了 我不能让你跟我黑到底 登了记 咱们就投奔建国 再也不回来了 这乱七八糟的事 我一个也不管 你再让我想想 我再想想 你就别想了 还想什么呀 就跟我走吧 这二凤也有工作了 稳定下来了 再给他找个对象 他怎么多年不结婚 那是放心不下你 我关键是怕你 我怕你是因为 刚才那些闲话 赌气跟我去领这儿去吧 那我就是为了赌这口气 我上对得起天 下对得起地 中间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 大女子 你真这么想 行了 我一会儿就给建国打电话 让他给咱们准备新房 那我可当真了啊 真的 我告诉你 你别让我跟坐电梯似的 呼呼呦呦上去了 呼呼呦呦呦下来了 我可告诉你啊 我这小心脏我可受不了 哎呀就这么定了 你当真 小姐 你长得很好 像这种的那种 咱们下去的 还拔根了这些啊 这些都是一样的 我弄好了 就记不住 她记不住 怎么啦 你有什么事 这 哎呀 你放下来 这么多人呢 你说事哪 说完了吗 走 走 什么事这么高兴 好事 妈刚才打电话了 说她决定跟慕霖说 要登记结婚了 真的 真的 不过这事谁也不告诉 登完记以后 直接来咱神庄 太好了 小晴 我是这么想的 咱俩就给她大操大半 像年轻人结婚一样 好不好 行 没问题 那我 我现在就给她们 布置新房去 好 大妻子 你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我可准备好了 你看啊 户口本 工资卡 还有存折 从今天开始全归你了 我也都准备好了 等咱们登记完了 咱们俩就赶紧跑 咱们这是结婚呢 还是私奔呢 你看 我这糖啊 都准备好了 等咱们到了建国那儿以后 我让二凤 把这些糖 发给全院的每一户 我让二凤 告诉她们 打今儿起 黄大妮儿就是孙穆林的老婆了 哎呀大妮子呀 其实她们说什么 我根本就不在乎 我就是想啊 咱们两个人 应该过点自己的日子 像那大写的人子似的 一撇一捺 咱们相互支撑 一撇一捺 这话说得真好 走 咱们去民政局 盖戳去 来来来抱一个 还没盖戳呢 走